圣经中呢 有讲到死啊 不只是一次讲到死亡 死亡在圣经里面 是有常常强调的 圣经的三分之一啊 都讲到死啊 哎呀我们不讲死啦 死啦不讲的啦 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 强调死亡 而且要我们认识死亡 让我们了解死亡 圣经里面有几个死亡 讲到死亡第一 灵性的死亡 你的灵魂 第二就是肉体的死亡 就是人的每一个人 都会生老病死 第三 你死了之后不要 不是哎呀我死了就死了白了 算了 圣经讲你死了之后 死后还会有审判的业内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圣经给我们列下来 有几种的死亡 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看到灵性的死 灵性的死就是灵命 灵性的死就是灵命的倒转 就是 是倒转 今天你认识耶稣 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 你的灵命就活了起来 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的灵命是倒转的 灵性上的死 圣经讲告诉我们说呢 你们死在做过犯罪乐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的灵命啊 灵命啊是死的 没有意义的 是好像行死走路这样 你必须要有重生 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之后呢 你的生命才能够活过来 然后第二 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呢 上帝在人类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呢 给了一个第一个解释就是 只是分散的果树 散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事实上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亚当呢 谁要我吃掉 那个分散的果树之后呢 他们有死吗 他们没有死 亚当才活到930岁 原来这个死啊 不死是肉体上的死 这个死是灵魂的死 你的灵命死掉 以前啊 你能够 亚当的时候还没有跌倒 没有 就是没有 跌倒坠落的时候呢 他能够跟神 与神面对面讲话 今天你看不到神 不是因为神没有存在 是因为你的醉生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肉体是带着醉生 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上帝 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 在基督律的时候 祂也在我们当中 圣体在我们当中 为什么你看不到呢 因为你 你的身体徘徊 因为犯罪 把我们跟上帝隔绝了 我们灵命死掉 我们对灵界的东西不理他 所以你们不要告诉你 我常常强调 你看到牧师里讲过了 你又讲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是强调 你活着的现在的世界 是空虚的 你活着的世界是暂时的 我做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还要有帮兵 我们还有威侠罗 那些人比较长辈 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叫做 Embolium 今天还看到吗 Embolium没有在了 我们还有这个 CAPITAL 首都事业也关掉了 看到没有 你这个肉体能够看见的世界 太短暂了 二三十秒就不见了 是吗 但是属灵的世界是永恒的 属灵的世界比我们的 物质的世界更实在 更存在 很多事情的发生 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是偶然而发生的 它跟属灵的灵界 跟属灵的世界有关系 所以兄姐妹 你必须要认清楚 你今天的灵命如何 如果你的灵命是死的 你完全对属灵的事情 没有兴趣 你曾经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教授朋友跟我讲 牧师啊 你为什么你每个礼拜 来到教会都跟我讲 属灵属灵属灵 很显的咧 我们要享乐 我们要Android 世界是Android 跟他们讲属灵属灵属灵 我不要那么属灵可以吗 信耶稣不必要这么属灵的 我就跟他讲 你的整个人生 整个人生的成功和失败 不是你赚多少钱 或者你一辈子有多少的成就 而是你的灵命有没有活过来 如果你的灵命 你的属灵生命好 你整个生命就对了 你做任何东西都能够顺利了 很多人的那个持续当转了 做很多东西没损 赚很多钱的 智业都拼的 智业都开OD赚钱 可是他的口袋总是空空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口袋有洞 这边不是真的有洞 是因为很多坎陶 不是儿子生病 又不是有人 又不是有车子坏掉 如果我们洞 很多的我们活人讲的税 我们活人讲的锶 都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不明白 我们很努力赚钱 我又没有赌 又没有摧 也没有瓶 为什么一直没有钱呢 这就是我们谈论人家讲的 和人讲的犯开罪 我们和人讲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有它的道理 是我们找不到那个原因 那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呢 你的灵命必须要对 你的属灵生命必须要对 你所有的秩序就对 如果你灵命不对 因为你的属灵生命空虚大转祸 难怪你遇到很多的麻烦的问题 今天的东西 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不是偶然 它是跟你的灵命有关系